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在屯門北的街坊 大家好 我是一號陳曼聯應 我是來自盧聯的資深公會代表 亦是一個註冊四公 接下來10月10號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一號陳曼聯應 多謝你 大家好 我是90號現任區議員 賴家文 Apple 在屯門區土生土長 亦服務了這個地區接近9年的時間 大家好 我是蘇家文律師 街坊通常叫我阿蘇 由2012年至今我都是屯門民選區議員 懇請大家支持我3號新聞黨阿蘇 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交通 但是後面引致的問題我們看到 人口不斷的增加 清田和田和Lova林這些陸續入貨 越來越多的街坊搬進來 而且我們看到未來還有6000伙的 臨時的簡約公屋 這些對我們整個區的交通負荷 都會造成一個很大的挑戰 未來我們可否有甚麼方法 令街坊的出行 無論上班 上學 以及我們出去消費 會否更加方便一些 屯門北急速發展 而人口亦急速增加 對於區內使用輕鐵 需求都非常之大 在繁忙時間 街坊往往都要搭到幾班車 才可以上到車 50M K54也是班次不足 而服務時間也是非常之短 除此之外 前往北區的小巴巴士 班次仍然不夠 而前往港島和九龍的車 現在不能夠提供全日服務 現時的交通運輸是嚴重不足 市民叫苦連天 例如接駁巴士 乘巴 九巴 都是巴刺不足 經常脫班 尤其是屯門北 缺乏一個往返上水 新界東的巴士全日服務 我覺得運輸處雜貌 例如輕鐵 會否多些商卡的列車 我們4號小巴 服務 班次等等 可否做一些適當的調整 我們能否在園區 發掘更多的工作機會 希望大家可以想闊多些 我們令到這些問題 可以得意比較根本性去解決 Apple會繼續為大家爭取 K54服務時間至晚上凌晨時段 也會繼續努力爭取 要求輕鐵在繁忙時間 要拖卡行走 特別是614 Apple會繼續要求 50M加密班次 和調整行車路線 Apple也會往港島 九龍的車 也會要求繼續爭取 全日提供服務 讓我們街坊有更方便的交通 前往不同的地方 第一 部門要增設佛則 嚴格執行 去處理一些服務差的 小巴和巴士公司 因為十多年的經驗 單靠出警告訊 是完全沒有阻嚇力的 第二 在新屋的屋邨 要增設一些行人的天橋 接駁鄰近的西鐵站 方便市民通往各區 轉成其他交通工具 不過展在新屋邏 支援到新屋邏 那朝 這個部門要待